上下獨木舟操獎前進 後退轉彎 萬福國小小朋友們滑著獨木舟 用眼睛觀察水的顏色 聞水的味道 並在船上進行向萬聖溪的禮靜活動 感受大自然洗禮 因為第一次體驗 那滑船的心情怎麼樣 沒有 很怕撞到 很怕那個 隔船會壞掉 然後我們翻船 一開始覺得水很暖 可是後來就是看著水很暖 最困難就是那個轉彎的地方 而且還有撞到一點的時候就對了 我們還撞到一點 我們還給我錢 那開心嗎 開心 每一屆的畢業班來做設計的課程 那之前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去年疫情緩解之後 去年也幫我們的畢業生 辦這樣的一個戶外教育的體驗活動 我們的學校老師啊 這個陳鈺和老師 還有我們像小婷老師 以及我們教廚 以及過去林江台主任 現在的鄉村英主任 他們對這個畢業班的學生的學習啊 是投入很多的心力 那我們是希望給孩子啊 在畢業之前啊 他可以跟其他同學說 我跟別的小朋友不一樣的體驗 尤其現在戶外教育啊 是非常重要喔 怎麼樣讓孩子在戶外裡面 學習到他怎麼跟別人合作 怎麼樣去認識這個環境 怎麼樣甚至愛護環境 其實我們這一次的戶外教育體驗活動啊 華州是一個重點 那為了這個華州來到萬聖溪 進行這樣的一個禮禁山林河川的活動啊 我們待會在這個過程當中 還想要給孩子們去做一次 對這個山林的禮禁 那我們也會立行現在環境永續啊 大家愛護地球這樣的行動 來照顧我們的周遭環境 所以這個課程對學生來講 我們是希望透過六年級 這樣的一個戶外教育活動 讓孩子把平常課程所所學的 能夠應用到他的生活當中 在城市中的小溪華州 彷彿進入世外桃園 孩子們興奮不已 不同於教室課本知識 來到戶外 學習的是尊敬大自然始作經驗 文山區萬和里里長吳作榮 也帶著志工們幫忙完成活動 盼小朋友們能在戶外玩得開心又安全 萬和國小本身是非常重視環境教育 所以說我們後來就一直延續了這個工作 那也希望這個讓小朋友 能夠多接觸一些戶外的這個活動 然後讓他們增長一些見識 這個是在這個教堂裡面 沒辦法這個吸收的 沒辦法收穫的 所以說學校方面一直非常的 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希望這個小朋友能夠在成長的過程 能夠獲得更多的這個自然環境的知識 那所以說萬和國小是這些師生是非常有福氣的 老師帶領著學生步行到寶藏岩碼頭 在岸上做水上滑舟課程 還有生態觀察與文史導覽 期盼給六年級生帶來不一樣的學習體驗 一起製造畢業前的珍貴回憶 記者汶君 台北報導 台北報導 不用 一個特价 他在學習偷製著